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师,哈喽开本期大师的观众,来观众一把ELF的女巫啊,好久没看ELF的女巫了,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,ELF的女巫是非常非常厉害的,然后呢,深渊的时候她的女巫是没有拿出来,再加上就是那个一些职业选手,他们做了那个战况分析的嘛,说是ELF最近的女巫,状态不是很好,来看一下,正好好久没看到了,一个点遇到的是清唱。 这个选手其实我还是蛮关注她的,就觉得她打得非常的棒啊,就是有一种就是那个日服东旋的感觉,就这次的那个深渊看下来的话,感觉就是那个一个ELF一个Vampy吧,这两个选手就是很有看点,很有看点,Vampy的话,她的一个那个雕刻家也是打的一种就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啊,打出了让我们打开眼界的感觉。 找到这边的先知,但是第一只本体狗已经交了,这边板子一下的话第二只狗,哎不一定好弄,那这边先知鸟一顶,哎这边可以顶鸟的,看有没有机会,狗咬住了。 鸟不顶吗,鸟不顶这个人没了,当时我觉得其实可以顶一首鸟,可以顶一首鸟,因为两块板子都已经下了,顶一首鸟,然后这里的话只有单那个寄生可以来追,原生系图是出不来的,原生系图一旦出不来以后呢, 这边顶着这只鸟往那个小船那边走,可能有一线升级,现在留了这只鸟,等到你被击倒了以后再留这只鸟在身上的话,效果可能就没有前面顶出来那么好了,而且外面有个机械师嘛,可以让队友多修一会儿。 看一下这把的话,先知被击倒的一个时间对于女巫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,虽然说外面介石修的比较爽,但他这边如果说能防一个双岛什么的,也可以将这个橘,哎,也可以将这个橘翻盘的。 独立苏这边的话倒地,然后再被补一个寄生,那这样的话再拉两性图,9秒钟以后本体狗好了啊,本体狗来咬住这边的先知,先知顶鸟可能都没有用了。 这边20秒以后狗子的CD解,其实倒无所谓,这只鸟的话,我觉得有debuff的狗也能咬,也能咬,这边咬住,咬住之后先知这里往前走,这边想往前翻进去了,翻进去的话这里好像就没那么好来击倒了。 这波本来想的是狗咬住以后应该是等一次硬直,然后这边是来那个那个翻窗,女巫本体翻窗来抢他的那个窗口的,没能成功,没能成功的话这边将人挂上以后通缉到先知,先知这边没有你要两性图来包夹,好像也还行,这边洞鞋打掉吧,对这边洞鞋打掉,架住,这里通过耳鞋来判断一手,好像发现没有人来,没有人来,好这边再包过来,可以切闪的,实在不行可以切闪的, 这个局就是现在击倒的话就可以了,切闪了,闪现一刀带走可以的,机械师这边有没有想法来救人了,小迪老师这边的话他得卡半救下来才行,艾尔夫这边目前来看防守,来我们看这边先要挂先知,那这波的话卡半成功卡半救下来,救下来以后闪现,闪现五秒钟,但是他这边不能打这傭兵,打这傭兵就必须消失的无影无踪啊,他只能是想去追拨这个那个机械师,但是没有追到,他如果追到的话,刚才那波, 就要抽一刀,抽到以后闪现一刀带走这个机械师,穷者这边的话,节奏就不够了,现在的话还行,傭兵拉到一个角落,这边机械师帮忙消呢可能更好,但是这边最大的问题是祭司可能救不下这个人了,先知走不了了,这先知救不了了,救不了,挂飞以后那边来赶紧补状态,这边赶紧来补信徒 看一手,这里祭司拉大洞,中场的娃娃被看见了,娃娃被看见,这个娃娃剩余的料,其实用来消耗那个,艾尔夫这波原生的话,我觉得也不亏了,也不亏了,他想要用原生来打这个娃,但是其实剩余的这个料,打一个娃我觉得也行,街奏这边的话,要保娃, 这也保娃,这娃娃这么点电了,打一刀,信徒消掉,反正你是寄生信徒打我的,我无所谓,呃,游民那台电机只长一点点的,虽然对于艾弗来讲的话,他要手中场,手中场的话,我们看看祭司外面有没有机会能补一台啊,这边的一个三台密码机的话,离的不算特别的近,有一台那个死角电机,外面需要重新修一台的,外面需要重新修一台的,这里,娃娃消耗掉,祭司过来, 要撑电机了,因为这边的话,你暂时,对吧,没有一个信徒的,一刀先将戒施击倒,傭兵可以救人,祭司压密码机,有机会能盘活一个三人开门站,有机会能盘活一个三人开门站,但是我们看F这边,会不会往前顶再去干扰一手,好像干扰不住,半状态的祭司,半状态的祭司的话,这边挂上以后顶上去,来找祭司,祭司这边密码机亮不了,人捞下来,一刀先打, 那边祭司,回来蹭,想蹭,但是这边36秒以后有闪现,傭兵得回去 傭兵来帮忙销信徒,打一刀,傭兵,再帮忙销,祭司打一个洞,捕,签吗,这不太好签了,信徒已经销掉了 打了一刀傭兵,然后密码机被迫点亮,这傭兵将要倒地,那赶紧给傭兵补上一个信徒,带着原生去找戒施,是一个三抓 这里还是ELF在最后的时刻,甘尔道尔祭司,这最后一台密码机,就差了一点点 以至于穷者这边的话,这边就等于说无限的在被女巫蹭,蹭伤害也好啊,蹭这个状态也好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,当时其实信徒消掉以后,两个人拉开,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 不过再等一等的话,ELF这边切回来来守,也不好说,只能点亮了,好像也只能点亮了 三抓 从经过上来看,ELF的女巫,其实我感觉状态还挺好的,还挺好的 当然这把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胜点,倒不是说那个,他抓的有多好,控的有多好 还是那波就是佣兵这边吃了一个震慑,这个是关键点,佣兵不吃震慑的话,这把局其实那波先知被救下来以后 顶脚翻进那个小房里面的话,再牵制起来,其实对于穷者来讲,节奏是不亏的,是有的打的 就是佣兵吃了个震慑,然后这边信徒补上,得说两边双挂的,穷者这边就比较难打了 好的,感谢大家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